大家好,欢迎来到zzlab,我是真真 手写文字动画 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订阅小猫的频道 zzcat777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手写文字动画 首先我们手写文字动画 我们是在手机上完成的手写的过程 我们下载的软件 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个Zenbrush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下载这个软件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 也可以去找一找类似的软件 然后我在手机上写的时候 我进行了一个录屏 这个Zenbrush有一个设置比较关键 就是当你把它的屏幕底色设置成黑色之后 在这个设置里面有一个最后一项 我这个Zenbrush它是日文版的 把这个最后一项给它关掉 千万不要打开 因为如果你打开的话 你写出的这个字 它是带有这个笔的 有一根笔在这显示 就是这样 你把它关掉之后 就没有笔了 好 我们现在写完了这个字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字的角度调整好 它的角度是90度 把它转一下 然后把它裁切一下 把它的两边裁切一下 可以点这里 然后把这个往回拉一点 中间我调一次这个笔的大小 所以这有一个笔 这我需要把它剪掉 好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素材调进来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黑底白字 我们要把这个黑底去掉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 相加 这个也选择相加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其实现在这个最基本的手写字 我们已经完成了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字跟你的整个背景 看着不是那么搭 是太突出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再做另外一个效果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字 下面叠加一个层 在发生器里面 在发生器里面找到单色 找到自定 然后我们把它添加在下面 然后我们给这个单色 加一个遮罩 形状遮罩 翻选一下 翻选之后 我们就是把这个它两边本身不够的这个黑色给它添加上去 其实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两个文件的相加取消 先把它恢复成正常 好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这个遮罩 让它两边充满黑色 上下四边充满黑色 好 现在我们把它整个的全选 然后新建一个复合片段 然后再把它给它一个差值 好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时候你的这个文字和你的图片和你的这个视频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融合了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个手写文字呢 片头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